观众朋友们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《灯罗大陆》是目前一部人气非常高的动画作品 在这里很多小伙伴找到了看动漫之后的那份非常兴奋的感觉 而在最新的剧情中,唐三威娜马上即将开始的火星大赛 在自己的第四魂魂选择的决定,可以说是真经的很多人 但是唐三却学有成熟,这是为什么呢? 基因强大 第一点就是因为浩天斗罗家族的基因强大 不仅是唐后成为了这个世界上最年轻的魂号斗罗 而且唐三还传承到了有关于一天的生生五魂 冰火两一眼 冰火两一眼在作品中却拥有这样得天独厚的加成的能力 强化自身,驱惹对方 而唐三已经在冰火两一眼中常识症的训练 再加上冰火两一眼的辅助 一只万年魂兽对唐三来说应该很简单 主角光环 第四个就是主角光环 对于唐三的选择这只万年的魂兽来进行吸收 这里明显的是只有主角光环的必要才可以毫发无损了吧 而且在季中他算对于大局的同仇意识非常明确 这次选择的这只万年魂兽 根本就没想过自己的完全发展是把目标放在了比赛上 这样的决定没有主角光环神性啊 好了,本期视频就到这里要结束了 最后再问大家一个小问题 大家知道后天锤上有几十万年魂环吗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 咱们下期再见 咱们下期再见